大家好我是大树 大家都知道最近中非两个海警船相撞了 这个使得小粉红纷纷出征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中方这次引用的碰瓷视角 竟然是人家菲律宾海警船拍摄的内容 结果视频一出就惊陷乌龙 小粉红竟然把中国海警船当成了菲律宾的海警船 一顿痛骂 差点就没把我笑抽过去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原视频 这个上面有绿色甲板和手拿相机 穿橙黄色救生衣的海警所在的船只 其实是中国的海警船 从这则视频完全可以看出 是中国海警船撞上了菲律宾的海警船 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事实真相 那小粉红也看出来了 但是就因为船这个视频的人 他没有注明这个海警船是哪方和哪方的 所以就导致小粉红就对视频里的中国海警船一顿大骂 这个网友嘲讽到 除了拿摄像机啥也不会 还有这位说 对面根本不慌 哪个气啊 这个更搞笑 这个网友说 红背心的是菲律宾的虾兵蟹将吗 还有这位甚至都已经爆出了 他说叉叉 站在菲律宾的视角 也是我们的船没动 他菲律宾在撞我们 还有这位 这个呢 是一个带五星旗头像的这么一个网友 他说 对面的好像无所谓的态度 穿救生衣的 然后其他的网友就补充说 这是菲律宾的视角 怎么敌我不分的 然后这个带中国国旗头像的这个网友一看 骂错人了 紧接着呢 就说 哦 那就掉头撞他 那帮小粉红啊 着实搞笑 是吧 你说 他们也能看得出来啊 是中国渔船碰撞在先 是吧 可是当发现了对方是自己人后呢 这个画风啊 竟然突然大变啊 脸都可以不要了 那我注意到啊 这个视频的评论区里呢 其实有很多人啊 注意到了这个船上的一个摄影师啊 那其中一个网友就评论说呢 这个摄像机啊 都提前架上了 这是要找证据搞飞仔啊 对啊 那咱们也得搞清楚 为什么菲律宾这边会自带摄影师呢 是吧 难道是菲律宾这边提前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另外呢 我们注意到啊 中国这边的海景啊 是有带摄像机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这边不用自己的素材 却要用人家菲律宾这边拍摄的素材呢 所以啊 带着这个疑问啊 我们看看 双方的军方怎么说 那么我搜索了下啊 双方对该事件的描述啊 那菲律宾这边的说实事呢 就是说 当天啊 自己的一艘补给船啊 到仁爱礁这边执行任务啊 随即呢 就遭到了中国海景的围堵啊 那两艘中国海景船呢 还对这个菲律宾的补给船 使用了高压水枪啊 甚至呢 是击碎了船上的玻璃啊 造成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伤啊 但是受的都是轻伤啊 所以该船呢 就被迫返回了菲律宾啊 由其他的补给船 继续执行任务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方这边啊 那中方这边的说实事啊 当天菲律宾啊 两艘海景船和两艘补给船 擅闯任爱礁附近的海域啊 中方海景出于人道主义 对非运送必须生活物资的一艘船 做出临时性特殊安排 我听了这话 我就有点一头雾水啊 我想问问大家啊 既然两艘菲律宾的补给船 和两艘海景船 在任爱礁这边作业啊 那么中方如何判断 哪艘是运送生活物资的补给船呢 还有这个临时性特殊安排 是什么鬼东西啊 安排了什么 怎么特殊了 你是对菲律宾的船放行了呢 你还是怎样呢 所以综合双方的陈述啊 我们大概率可以想明白 为什么人家菲律宾这边会自带摄影师 因为这是第二波过去的补给船 人菲律宾呢 就是故意带着摄影师去那边取证去了啊 这就是为什么啊 第二波过去的这个补给船 还有菲律宾的海景船护送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无人机拍摄的这个视角啊 那绿色甲板的是中国的啊 咱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明显中方的这个船啊 是故意斜着开过去的啊 那他为什么要斜着开过去呢 其实他就是想要截停对方 但是呢菲律宾呢 却没有避让啊 我们看水里的波纹就知道啊 其实大家走的都是直向 只不过中方的船是斜着走的直向 所以呢就营造出了一种错觉 你在中方这里看呢 是菲律宾的问题 那站在菲律宾这里看呢 其实是中国的问题 最后呢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啊 如果中国海景船坚持认为菲律宾海景船恶意碰撞在先 而且呢也自带了摄像机并在现场进行了拍摄取证 那么为什么你的成堂中共却要引用的是人家菲律宾的呢 这不是完全对自己不利吗 所以啊到底谁对谁错啊 就请各位啊做采判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